千呼万唤 比欧美国家晚了快一百天 苹果iPhone 4S终于要登陆中国 这对于狂热的苹果迷们来说历史性的一刻 北京旗舰店门口却上演了扔鸡蛋 外加全五行的场面 怎么回事 CNN带我们回顾现场 我非常喜欢 每个人都喜欢这个iPhone 4 18年龄 Tom 是在几百人中 在凌晨的冷冻 为了防止抢购手机过程中发生意外 但对在寒风中 苦苦等候 从果粉变成果冻的人群来说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消息公布之后 人群开始暴动 不少人将怨气出到警卫身上 还有人向苹果大楼扔鸡蛋泄粉 果粉的失望可想而知 但发这么大脾气 iPhone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 让海外媒体都看傻了眼 真相报道 追踪之后才发现 排队苦等iPhone的 很多不是单纯的手机玩家 而是黄牛 PC Magazine报道 这些黄牛才是导演了这场暴动的真凶 根据不少可靠消息指出 等待购买iPhone4S的 除了苹果粉丝外 更多的是专业的黄牛 他们大量囤货 垄断货源 之后再以原价的数倍卖出 苹果公司在中国面对的危机 并不只有猖獗的地下黑市 不久前 苹果的代工厂富士康公司 才又爆发劳资纠纷 武汉工厂的150名员工组织 不满千场待遇 扬言及起跳楼自杀 纽约时报解释的事件缘起 参与抗议的一名员工在电话访问中表示 在调派到武汉之前 公司承诺配合签厂的员工 月薪可领3000人民币 可是实际上却拿到1000不到的工资 工作环境也十分恶劣 虽然富士康表示 这次的事件已经和平解决 但是英国每日电信报认为 苹果公司选汉工厂的恶名 恐怕很难洗脱了 虽然苹果公司已经勒领 富士康改善工人的待遇 但现实是 如果没有富士康提供这样的廉价劳工 苹果和它的竞争对手 就不可能有这么漂亮的获利率 这颗诱人的苹果在中国引发的风波 可不止这些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整理回顾 去年6月 一名17岁的高中生卖肾换钱 买iPad 2 9月一名16岁少女 向母亲要钱买苹果电脑 竟被愤怒的母亲失手打死 为什么这些苹果怪象在中国层出不穷 理应造福人类的科技 怎么会走位变成 让人失去理性的读苹果 欢迎您参与互动 发表您的看法 多元视角真实报道 我是张云军 这里是news